第四組 他們的隊名叫做最可愛的一隊 非常的可愛 他所帶來的這個作品 也是一個偶像的作品 叫做Love Life Love Life裡面呢 我們的主角團Muse 裡面有非常非常多個性各不一 各有魅力特色的一個成員 其中呢有一個成員 跟我們的女主角 是竹馬之驕傲 天然的呆呆的 非常非常的可愛 也有一個非常高的人氣 Vinami Kodori 接下來的第四組的參賽選手 最可愛的一隊 主要以這個角色來帶給大家 一個精采的演出 現場的朋友們 歡迎第四組參賽選手 最可愛的一隊 超好玩的 夢を閉じていよう 俺からあなたに 愛の女性は 玩具が居なくてない 赤いお菓子に添えられた 身体に貰ったもの一つずつ 払っては流れる 身体が塞ずと描き上げるよう 彼に凶にした綺麗が 揺らずに流れ枯れた 私を見逃す あなたの瞳の色 参考の夢を閉じていよう これからあなたに奇跡を 泣く流れ枝を閉じていよう 今 私の子供で 何が出ていけた あなたには綺麗な色がある 私はそれをよく知っている あなたにも綺麗な色がある 私はそれをよく知っている さあ 見逃しげる その色の 屋風に使っている あなたに求めてたのが 一緒に 自由を描く 輝かさにも 彼女は 目を閉じていて 夢は醒めて 今度も止める 夢に色に輝かれて あなたに尽くすののよ 夢に輝かれて 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編曲 初音ミク 掌聲鼓勵鼓勵 來 往前站一步麥克風 跟大家打個招呼嗎 大家好 我的對比是最可愛的一對 我叫舒穆月 我今天辦的是LOVE LIVE的男小娘的棉花糖覺醒 為什麼您自己一人參賽 然後你選擇比較最可愛的一對呢 當初因為想對比 然後腦中就浮現最可愛的一對 所以也因為這樣的方式 嗨大雄講了不少次 好可愛 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您今天為什麼會選擇LOVE LIVE裡面的 Potori來做一點 女性們追求可愛這件事情 是很自然的一個事情 那當然今天的表演 你選擇的是以武道的形式來進行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跳舞 我不管是日本的或韓國的都跳舞 所以妳平常就有在跳舞 對 那特別喜歡這首歌 還是妳覺得這首歌其實特別可愛 我覺得這首歌他舞蹈也可愛 然後歌的聲音也很可愛 所以可愛就是最重要的要素就對了 對 所以包含今天這個造型 特別選這個版本的造型也是因為他可愛 對 好 所以希望現場的朋友們也都能感受到 這個他的一個可愛 如果您覺得好可愛 或許我想對您來說 也就有傳達到我們你想要表達的意念 好 謝謝也祝您得到好的成績 謝謝 這是第四組最可愛的一對